因為我們說腎阻骨 腎氣阻的時候 這個骨頭就會有力氣 它就會合起來 這個功能就恢復正常 好 所以重點是告訴大家 怎麼樣讓你的骨盆變正之後 其實你人也不痠痛 而且很多應該要有的功能 甚至這個傷槓 一開始提到尿失禁等等 那已經真的是影響到生活了 這些都可以改善 所以燕煥老師 你既然這麼有信心 今天叫我們功法 好 要馬上見效的功法 因為現代人都要求 立刻馬上有效 把我們的兩手撐開來 兩手撐開來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手掌撐起來 為什麼要撐起來呢 因為這邊有三陰莖 讓這個氣能夠順暢 把我們的左腳往前向上踢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 就這樣就好了 這好像踢正步 這個功法實際上叫做 陽關抬腿弓 因為我們的後腰有一個穴道 叫腰陽關 我們的膝蓋也有一個穴道 叫做西陽關 這個陽關如果它堵住了之後 氣血循環變差 中醫跟氣功學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就是氣型則血型 氣血型則白病除 這邊氣通了 血液循環好 這邊肌肉才可以得到滋養 代謝才會變好 我覺得我們主任很想做 來主任在旁邊一起練一下 其實真的是不難 而且是馬上會見到效果 我們看到這個骨盆 我們看到骨盆其實是筋跟肉在支撐著它 所以這個動作會訓練我們的肌腱 我們的肌肉會有力 好 現在有一個訣竅就是 我抬上來的時候 慢動作抬起來 我的腳尖是朝上的 這個很難 所以不是踢腳 踢腳就沒有效果 它是把腳尖向上抬 這平衡要很好 我抓著你 OK 好 這樣子才有效果 因為整個氣 陽氣就啪就上來了 可是到底要抬多高 像一開始我們沒有辦法抬高 可以嗎 不是在比高的 只要腳尖向上 這個氣就上來 就這樣子 然後 當我們骨氣足了之後 人就不容易晃 那我想問 所以這個晃跟胖是無關的 是 這個是平衡感的問題 我想問 你看 大家一開始 如果說會晃 那我可不可以一邊貼著牆壁 可以 還是不行 可以 可以一邊貼著牆壁 貼著牆壁 你把一關老師當腳尖 然後 踢 向上 把它抬起來 所以如果是老年人 你就可以或站不穩 就用著牆壁 好 那你越練就會越好 腳就慢慢就抬上來 真的 這個腳 見笑這麼快 我看你還很久 馬上即刻有效 實際上從氣的角度來講 我希望把我勇拳穴的氣 打到我的百匯 天啊 所以你看 甩上來的概念 所以 就會到最後 就上來 這樣子訓練 骨盆的幫助就會非常大 好 整個肌腱肉有力 這個骨盆就收回來 效果非常快 你只要練三分鐘 你就會發現 開始出汗 主委你覺得咧 練一下的感覺 會不會覺得你的肌好緊 感覺就比較不會晃 你看越來越不晃 對 因為他整個肌肉 立刻見笑 立刻馬上有效 可是我也有問題 因為像主任在踢 你再踢一下 他感覺就沒有像你 他會有一點身體往後 這樣到底有沒有用對力氣 一開始因為在訓練 因為這邊的氣還沒有很順暢 多踢幾次之後 氣一順暢 腳就可以很自然就抬起來 就是多練習 你看三分鐘就有這個效果 好 練三天還得了 真的 所以觀眾朋友待會 葉寬老師還有另一招也很厲害 好 我們今天節目到現在 都講很多動作是訓練肌肉 讓它更有力 氣功是強調動靜都要平衡 所以我們現在來教大家 怎麼樣去放鬆 這個功法全名叫做 長白山晃海宮 你可以就是坐在大概 膝蓋這樣子的高度的椅子 所以不要太高 然後兩腳自然的交叉 手就放在膝蓋上 馬上跟著我坐 身體向前傾 感覺這家中的沙發高度差不多 對 但是沙發不能太軟 記得一定要從左邊開始轉 這個功法的來源就是 白燕老師他小時候 跟著他母親去長白山 那時候是到全國去訪查 這些氣功老師 然後在長白山的山下 有一個小村莊 然後他們到了冬天 所有的老人都是在抗上 練這個功法 就練這個功法 那時候的長壽村大概是70歲 以前70歲是我們說70古來西 跟現在是不一樣 然後他們就是坐在抗上 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我們現在來看 第一個我在轉的時候一定要慢 所以在轉的時候 我們的骨盆你會感覺到 這個地方我們剛才講說 醫師講的是血管最多的地方 它就會放鬆 所以我們剛才練了很多的功法 其實我剛才教的這個陽關抬腿功 它是屬於動功 那它是比較稍微激烈一點 那這個就完全的放鬆 好 現在請你看我的下巴 所以我沒有甩頭的動作 然後我到了前面 下巴往前 然後收回來 到了後方 我的下巴要微收 所以剛才王醫師講說 這個下巴 這個地方要微收 那轉了七圈之後 停到前方 轉七圈 從左邊開始 對 然後轉 可是是轉逆時針還是 逆時針 所以記得從左邊 然後七次晚的時候再往前 再轉 這個功法它之所以這麼厲害 它是訓練代脈 其實整個道家最重要講的 就是這個代脈 因為當我們全身的經絡 都是上下的走向 唯獨代脈是橫的 就是我們皮帶這一條叫代脈 那我們剛才在節目一開始 也講到了這個膀胱筋 講到這個後背的肌肉 其實我們認為 如果代脈的氣受傷 也就是你曾經跌倒 或者你曾經在你的脊椎這邊 打了一痛 打了一針 從此你的代脈就斷掉了 那代脈一斷掉之後 肌肉就會馬上無力 那無力撐不住之後 整個肌肉會下垂 膀胱 子宮都會下垂 還有胃下垂 很多胃下垂的人 其實代脈已經是受損的 所以這樣子再繞 就會把代脈的氣再帶回來 那很重要的 動作一定要慢 是 好 那古代是抗上 抗上前面絕對沒有一個 iPad跟電視 所以做這個動作 其實有一個要求 眼睛要半開 就是不要去直視看一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在睡覺前練這個工法 江醫師曾經有介紹過這個工法 其實這個對睡眠的幫助非常大 好 那它發力從哪裡開始 是從我們腰部這個代脈 也就是肚臍到後腰再繞回來 就是我們一般綁著這個 皮帶的這個地方 所以叫做代脈 所以它在轉 整個腸子都動到了 那女生的這個卵巢 子宮整個都有動到 那男生就會很明顯 會發現到陰莖的根部 這個地方會轉 這個對於攝護腺的幫助非常大 對 因為其實年紀越來越大 擔心的就是攝護腺 男生就是攝護腺的問題 這個幫助就非常大 然後都不要用力 量力而為慢慢做 那我好奇 為什麼不是盤腿 而是腳要這樣往下 因為年紀大的人要盤腿 是很痛苦的 所以他這樣子做就會很適合 剛剛有講說 教練都是這樣子 練到蹲到腿會麻 問題是70歲這樣子 他應該就倒下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保健 保健就是以你能做的 做自己的100分 OK 我覺得做自己的100分 這句話非常好 你只要覺得你今天 又比昨天再進步一點點了 然後有這個力量持續 讓自己持續的往前這一點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 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